这下我们讲一下怎么去开发接口 因为环境都已经搭建好了 所以说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干了 开发接口呢 首先我们要初始化路由 就是路由是什么东西 我们在一开始就已经讲过了 对吧 然后接口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之前在设计方案上也其实已经讲过了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使用路由的这个工具 才能实现接口的这种设计方案 然后呢 首先我们这一节讲的接口啊 是先返回甲数据 然后呢 要将路由和数据处理抽离 这样的比较符合式原则 这块呢 我们会在做的时候去体会 我们做完之后再去总结一下 这个地方呢 大家先在脑子里面留个问号 将路由和数据处理分离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要返回甲数据呢 因为这个博客系统的开发还是比较麻烦的 我们没法一下子说 比如说进来之后初始化路由 做接口就一下子从0到100全部实现了 不能这样 我们现在做的只能是说 从0到30 然后从30到60 从60再到90 从90再到100 这样的慢慢做 大家才能明白其中的一些道理 对吧 所以说想学东西也不能那么着急 及时缓坐 对吧 及时缓坐 那就能慢慢的把这个东西吃透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讲过的技术方案里面的这个接口 之前已经讲过了 这个图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那根据我们之前分析需求呢 我们做技术方案的时候 接口需要这么多 大家看第二点 它一共分为两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是API blog这种类型 就是和博客相关的一些接口 第二个类型呢 就是虽然只有一个 但它也是一个类型 就是API user这个类型 和用户相关的 只有一个登录的一个接口 所以说我们这儿要通过两个模块 或者说两个文件 来实现这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接口 其中第一个要实现五个接口 第二个要实现一个接口 然后方法呢 我们这儿前两个是get方法 然后最后呢是post方法 怎么去用Nordx去识别getpost 这个我们也已经讲过了 对吧 然后UIL参数 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query 通过querystrain来处理的那个query 其中有一二三四四个接口 用到了这个UIL参数 也就是用到了query 第一个我们用这个author和这个query 后面三个呢都是一个ID 所以说ID的这个获取 是不是我们可以 把它统一的放在一个地方 这个大家就先留个疑问 我们应该是这样做的 再往下呢就是这个post data 其中有一二三三个接口 需要用到post data post data怎么去处理 我们之前也在Nordx中 讲过它的处理方式了 就是通过那种数据流的方式 进行处理 对吧 大家是不是应该还有印象 讲到这儿 大家应该发现 其实我们之前 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做了这个接口的设计 后来随着我们对Nordx的 基础知识的讲解 特别是处理HGP请求的 这个指数的讲解 其实这些接口怎么去实现 我们都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就是零散的知识讲的差不多了 我们接下来的东西呢 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把这些 零散的知识给它拼装一下 第二点呢就是来体现 像我们上一页PUT说的那个把路由和数据进行分离 怎么去设计这个东西 怎么去符合设计模式 对吧 好 那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就直接去写就行了 OK到我们的开发环境 这个APHGS 现在就是我们上一节讲的这一些内容 很少一点 不多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路由 对吧 做路由 首先我们是肯定要把这套东西删掉了 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测试数据 对吧 删掉 这个process.environment.node environment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先留着 万一什么时候用的 我们可以直接从这参考 对吧 我们就留在什么 我们可以留在这个地方 好 其他的我们就先删掉 当然这行我们要留着 这行一直是留着 因为我们返回的格式 一直是Jason的格式 因为我们是要做后端接口 对吧 后端接口往前端去返回数据 肯定是用Jason的格式比较友好 对吧 你要用别的格式 那前端解析也比较麻烦 所以说我们一切切的一个规范 就是用Jason的格式来返回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 开始做不是写这个APHGS这个文件 首先呢 我们要从这个Blog1 Blog1这个文件夹中 也就是根目录文件夹中 建一个SRC的文件夹 就是我们所有的代码 都会写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再建一个叫Router的一个文件夹 Router 然后Router之后呢 我们分别建两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呢 我们叫Blog.js 第二个文件呢 我们叫User.js 因为我们刚才说过 因为六个接口要分两个模块 或两个文件 第一个呢就是Blog 第二个呢就是User 对吧 Blog里面要实现五个接口 那个User里面要实现一个接口 就是那个登录 对吧 那我们先在这个Blog里面去写 我们这直接写一个函数 函数 叫HandleBlogRouter 等于什么呢 等于 接触的参数就是Request和Response 因为这个函数 它将来会被这个里面去调用 这里面我们有Request和Response 对吧 那相应的 我们在这个里面 肯定要接收Request和Response的这个参数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要把这个Method给它拿出来 Method怎么获取 我们也之前说过 RequestMethod 它到底是Get还是Post 对吧 这里面就拿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URL给拿出来 RequestURL 再把这个Post给拿出来 URL的Split问号 我们取前半部分 它就是路由 对吧 OK 接下来我们就实现那几个接口 第一个接口就是获取博客列表 对吧 ifMethod等于什么呢 等于Get 我们获取博客列表的这个接口是Get 如果忘了可以回去翻一翻PPT 然后Post等于什么呢 等于APIBlogList 如果等于这个 对吧 这是我们最先约定的这个接口的地址 对吧 然后我们就Return一个什么呢 我们直接Return一个Message 等于获取 这是获取博客列表的接口 好 我们先把这个数据返回 先把数据返回 我们先把接口调通 再说这个数据该怎么进一步的去结果化 对吧 OK 接下来呢 再是获取博客详情 然后这个方法应该也是Get AndPost等于什么呢 等于 ApiBlog 对吧 这是当时约定的一个接口地址 然后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返回一个Message 证明已经调通了 接口 这是获取博客详情的接口 OK 接下来再是新建一篇博客 Aif Message 等于什么呢 等于Post AndPath 等于ApiBlog New 对吧 这是我们新建 接口的一个地址 当然它是用Post的请求来做的 对吧 如果这样的 我们其他先不管 我们先把这个信息给它返回一下 就是为了调适用 为了调通用 这是新建博客的接口 同理 我们可以直接去拷贝 更新 更新一篇博客 然后这个联网肯定是Update 对吧 然后这是更新博客的接口 接下来是删除 对吧 然后删除也是Post 删除 这是Delete 是吧 Delete 然后这是删除博客的接口 OK 这样把这个函数写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函数 给它输出出去 Model.expose 把这个函数整个的输出出去 好 这就是Bloggs里面 我们建了 123455个接口 对吧 每个接口里面 虽然说只返回一个简单的文字 但是只要能把这个文字去返回 证明这个接口已经调通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再去 按照同样的方式呢 再去user.js里面 Handle user router 复制成request response 然后一样的 这个地方 这个method 等于request method 还有url 还有pass 这些呢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拷过来 然后这个user里面的接口里面 只有登录这一个接口 对吧 所以说 if mess的登录是什么 是一个post类型的 对吧 按的 and pass 等于什么 等于api user login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return message 这是登录的接口 好 就是一个接口 写完之后呢 让我们把它输出出去 把它输出出去 expose 等于 这个 那这两个文件都已经写完了 写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apps.js里面做一下改动 因为写完之后我们得用起来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通过commit.js的规范把它引用过来 handle blog router 复制成require require里面是src 然后router 然后是blog 对吧 这个文件 接下来是handle user router src router 这个文件 对吧 好 来了之后呢 来了之后我们要用起来 对吧 大家看 我们拿这个user为例子吧 它要接收request和response 对吧 然后request里面 我们可以获取method和url 然后分须pass 如果是面中login这个接口的话 它就会return一个对象 对吧 所以说 不管是blog还是user 我们都可以这么写 处理blog路由 然后我们可以写一下 处理blog路由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blogdata 复制成 通过这个函数 我们去多个空格 request和response传入 执行这个函数 传入request和response 执行到这个blog里面 blog里面它肯定会面中一个接口 然后返回一个对象 不管返回这个还是返回这个 返回一个对象 然后在这个里面把对象传给blogdata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判断一下 ifblogdata如果有值的话 我们就直接response.end 当然它要返回一个自乎串 对吧 因为这个函数里面返回的是一个对象 不是个自乎串 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个 gcdstrain5把它转成自乎串 这样的话我们 别忘了加个return 不加return的话 它会继续往下执行 然后这是处理blog的 然后再接下来是处理user路由 userData复制成handle 我这应该写错了 应该是handleuserRoute 好我们改过来了 改过来之后呢 我们还是这里面调用的时候 传入request和response ifuserData response.end json.strain5 userData 好再加return 这样就结束了吗 其实还没有结束 就是如果这个路由命中了这里面的一些 然后就返回 然后return 如果这个路由命中了这儿的一些 然后就返回 然后return 如果它什么都没有命中呢 对吧 我们肯定要返回个404嘛 对吧 为命中路由返回404 404呢 我们首先要righthead 404 就这个状态码是404 对吧 这个我们很常见 然后contenttype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返回json了 直接返回一个text plant text plant就是一个传闻本 我们在返回404的时候 同时是这个type是个传闻本 然后response.write 我们把这个传闻本写上 404not found 然后给它带个话上符 ok response.end 这个写法呢大家其实不用太多的关心 这个写法我们特别不常用 它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写一个头 把404状态码写上 然后把这个类型改成这个text plant 就出闻本 因为我们之前设的类型是gsm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要覆盖一下 把它改成出闻本 然后把它内容呢写成这个404 not found 然后呢我们就直接去end就行了 end里面就什么都不用写 因为你之前都已经写过了 对吧 直接去end就行了 好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就写完了 写完我们保存之后 我们看控制台 有没有报错 控制台里面 它给我们重启了好多次 对吧 为什么重启了好多次 因为我们刚才在写代码的途中 我们进行了多次的保存 可以试一下 你如果是一直在写一行保存一行 写一行保存一行 那这个电话就每次保存的时候 都会给你重启一次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刷新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跟路由刷新一下 它就是404 对吧 大家看 反馈的是404 对吧 因为我们没有面中任何路由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api blog list 通过这个 keyword等于标题 让我看一下 大家看 它反馈的就是 这是一个获取博客利别的 借口 对吧 我们可以通过detail 然后id等于1 就是获取1 这个博客的详情 回车 大家看 这是获取博客详情的借口 对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开启这个postman postman开启方式呢 我们之前也都已经说过了 开启postman之后呢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那之前呢 有一个api blog update id等于这个借口 我们可以发送 当然这里 这边还有body里面的内容 我们可以发送 也看一下 好 发送完之后 返回的是什么呢 返回的 这是更新博客的借口 就说明我们都已经 跑通了 然后我们最后再试一个 登录的 登录是 api user login 这个借口 登录当然我们要传入 user name 比如说叫张三 然后又还有穿入 password password我们叫123吧 这个时候我们发送 OK 返回的结果是 这是登录的借口 就证明 真的我们 这个blog里面的 所有的借口 和user里面的 这一个借口 都已经跑通了 而且说blog和user 在这个app.js的应用 也已经跑通了 这就是我们要 出时化路由的 第一步工作 这是第一步工作 就是把这些 基本的流程全部跑通 那我们写完之后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在做demo的时候 我们都是直接 不新建任何 叫blog.js user.js 这个我们都不建 我们就直接从 app.js中写 但是这种方式 是不是合理 那肯定是不合理 对吧 因为你这个app.js里面 只是一个 入口的一个代码 不适合写很多 详细的逻辑 你应该把一些 比较详细 比较麻烦的逻辑 给它拆分出去 那怎么拆分出去呢 那我们这儿用的方式 就是说 和blog相关的路由处理 和user相关的路由处理 我们都单独放在 不同的文件中 去做不同的处理 对吧 然后这儿呢 我们就直接去 引用进来 引用进来之后 做一个返回结果的 resmouse的一个返回 就可以了 对吧 具体它中间 是怎么计算的 返回的是什么结果 是什么逻辑 我们这个代码中 不用去关心 这样的话 就会导致这个代码 结构稍微简单一点 然后处理的事情 也稍微专义一点 另外呢 就是对blog和user 这两个代码而言 也不需要去关心 那么多 比如说设置type 什么response.end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只需要关心 每个接口 每个路由返回 什么样的数据 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有一个地方 我们还可以优化一下 大家看这个user.js 和blog.js 这个path 它都重新写了一遍 对吧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 把这个拷贝一下 然后在app.js中 放在这儿 就是处理 获取path吧 然后获取path的时候 request url 获取url 然后通过url 拆分 问号前半段 获取path 但这个path 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写request.path request.path 复制成这个东西 保存 然后我们有request.path之后 我们就不需要在这儿去重新计算这个path了 对吧 我们可以把它删掉 好 删掉之后呢 我们可以 把这个path写成 什么呢 可以写成request.path OK 没问题 和之前一样 这个地方 这个detail的接口 我们试一下 也和之前一样 那就说明什么 那就说明这次改动 我们有问题 我们通过cwet 那个地方 获取的这个path 然后把它统一的 使用到这个blog.js 和u.js 这里面来 当然这是个小插曲 最重要的是 你要明白这个blog.js 和u.js 为什么要从这个u.js 给它拆分出来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其实往深了说 我们这个blog.js 通过一个af 一个af 一个af 这种方式在做 也不是那么合理 但是这个问题 我们这儿先不解决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后面有更好的方式 就是如果是通过 那个express 或者说cowr 这种框架来解决的话 那这个问题 就基本上一人而解了 不用我们做任何东西 所以说 用框架还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能用 因为我们要 深究框架里面的一些东西 我们先不用框架 我们先去用原生的东西 写完之后 我们再用框架 那就用得非常好